40多岁的腾讯T13前段技术专家被裁 这是在朋友圈里火烂 我看有三四个人在朋友圈转发 大家知道腾讯的T13的工资大概是多少吗 你可做好了 别吓着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有一张就是腾讯T12的程序员的收入证明 也是曾经刷屏 就是上热搜了 那一张是盖着的腾讯的章的 收入证明上写的清清楚楚 月薪税后 20万9996 也就是说 差四块钱就21万了 人家这是税后的月薪 什么概念 一年税后就是250万 税前的话肯定在400万以上了 而现在这位被裁的前段技术专家 他是T13 比上次T12还高一位 还高一级 你想想是不是更牛 这位前段技术专家的名字 我这里就不太方便说了 就是避免对人家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他是在2025年 2025年作为一个首个全职的外部 就是外部开发者 就是加入腾讯的 后面是一路从七层员工 一致升入到腾讯技术专家了 就算他的名字 绝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不过说说他的成就的话 肯定每个人都知道 他是以前的QQ空间的技术负责人 就是技术总监 也是W3C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程序也都知道W3C是什么 就是不管怎么着 我把都看着都挺厉害的 不过我们想想 连这种人也能被裁 我们这种普通的成员被裁 是不是他太成功了 具体不清楚被裁的原因 但是他媳妇在网上发个文说是 被裁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丈夫是只做技术 只关注技术 就是不愿意做管理梗 再一方面就是不会向上管理 不愿意被POA 其实他说的这几点 都是程序员的一个通病 大多数程序员只关心技术 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就不愿意做管理 就见不得别人说他不行 见不得别人说他代码不好 据他媳妇说 这个程序员他老公的是 当时在KU空间做技术总监的时候 腾讯当时的一个考课 就是评计较考课的时候 当时分SABC四个等级 S是最优秀的 C是最差的 如果一个部门有人得了S 那就必须有人得C 他老公是不同意这种考核制度 就是说 当时他带的KU空间的前端团队 已经是全国最牛的前端团队了 他认为这样的团队不应该评入C了 他也不认为他任何一个下属应该背C 就跟现在的好多这个领导不一样了 就是要大C必须大C 就是背指标的 他那时候就不认可这个管理制度 就说 结果腾讯的人力 就是不同意他说法 然后他怎么办呢 他就不当这个技术总监了 这做事风格 的确是程序员的做事风格 一不爽的就撂挑子不干了 通过这件事 我也是 是不是应该学到什么东西呢 任何人都不是必须的 地球离开了谁都可以赚 所以说 别怕自己当的这个看得太重要了 另一方面就说 程序员岁数大了以后 尽可能就要混到公司的管理层 就算不喜欢管理层 那有尽可能就是强迫自己去改变 去适应这个公司的大环境 35岁以后 如果你还在集成写代码的话 就是处境就很难了 你想想 对于公司来说 你的公司能够 够这个公司招个两三位 这普通的程序员了 你觉得你创造的价值 能超过两三个人吗 所以说 大量的机场成学的性价比 就已经很低了 就算公司现在不踩你 未来也会踩你 你想想是不是 咱们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的话 你会不会把现在的自己踩掉呢 这个问题是不是 很值得考虑 如果35岁以后混到了管理层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管理层对年龄 没有太多要求 因为一旦你到了管理层 你就可以发挥更大的空间了 就是有更大的发挥价值的 有机会有工资 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样你才可以匹配到 你拿到的一个高薪 对于公司来说 这也是没办法的 公司不可能花五六万 长期让你去干一个 一两万的人就能干的事 对吧 总的来说吧 现在没有什么工作是稳定的 年轻的时候多赚着钱 多存着钱 避免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时候 就已经失业了 不过我感觉 对于大多数来说吧 在退休之前就失业了 是大概率事件 咱就不说未来会不会把你的退休年龄 改为65岁了 你想想 你现在在这行业 允不允许你干到60岁 不过也别过于担心 就是过好当下就行了 我觉得 想的太远 可能就抑郁了 就算未来某一天就是不幸被裁 那就继续找下家呗 就换一家公司呗 找到合适的自然就是极大换洗 找不到也没什么关系 无非就是降低标准 先回去再说吧 你不能这是长期失业 长期失业的话 就是对一个人打击 就是非常大的 就是非常大的 对一个人打击 就只是非常大的 就是非常大的 感谢观看